有人诽谤我和唐文荣女士 说我的股权是强取豪夺来的 我之所以没有澄清 就是为了保护一个人 白希宁 这怎么回事啊 唐总的女儿 唐总失踪的女儿 对 唐总在去世之前 跟我签了股权代持协议 由我替他的独生女儿白希宁 代持冬陈的股权 直到他长大成人 林总 好端端地 替这个失踪的人干什么 今天不仅仅是要将 我所代持的股票 物归原主 另外我个人所持有的 东辰百分之三的股权 也一并赠予白希宁 你到底想说什么 顾兴言就是白希宁 你说她是她就是 她是白希宁 简直是天底下第一大笑话 顾兴言如果就是白希宁 为什么还要以一个 小设计师的身份 进入东辰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们俩是不是狼狈为奸 串通一气 让顾兴言假扮白希宁 谁能证明顾兴言就是白希宁 就是 口说无凭啊 是啊 你随便找一个女的 就是白希宁啊 对 对